今天中午人情话题 带您来看到 振兴五倍券 包含了纸本跟数位 都从今天正式开放使用 彰化线鹿港商圈 有30多家小吃店 联合推出优惠 最高可享8折 行政院主记长说的 一碗鹅阿米串只要20块钱 来到鹿港使用五倍券 有机会吃得到 另外不少店家 还推出了半首礼买一送一 希望可以在国庆廉价 吸引更多游客前来 但如何避免收到假的五倍券 以及是否开放找零 或是加装数位支付的设备 小吃店家都还在仔细评估 彰化线鹿港商圈 不论是小吃店 还是半首礼店家 大家都摩拳擦掌 准备好要迎接客人上门 因为五倍券正式启用 就碰上国庆廉价 非常期待这三天廉价 又刚好我们餐饮有稍微解封 这个五倍券 我们很期待这三天带来的商机 受到疫情影响 前几个月配合防疫 业绩真的很惨淡 如今国内防疫持续松绑 再加上中央发放振兴券 商圈也加码推出优惠 像是行政院主机长说的 二十元吃一碗蚵仔米酸 民众来这里有机会吃到 使用五倍券消费 包含小吃美食 最高可享八折 伴手里还可以买一送一 要趁廉价抢商机 可以把钱变得更多 这个商圈对我们游客 是非常有善意的 五倍以上的 最起码的一个消费金额 也就大概到两千到三千万的 这样的一个商机 但还是有部分业者担心 会收到假的五倍券 还有找零等问题 因此没有参与活动 担心说会去收到假的五倍券 因为我们这是小生意而已 小吃店 就对我们来说 两种都对我们来讲 有一点麻烦 这回政府大力推广数位券 也让不少业者考虑要 加装数位支付设备 除了吸引涛客来消费数位五倍券 更是看好未来疫情结束后 透过更便利的付款方式 增加油客上面的意愿 今天在荣帽中央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